新闻回顾与展望 一周妖望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 听众朋友继续收听的节目是两岸IMG 这周两岸间的新闻 我们在今天要带您关注两个焦点 包括台湾民众在海外诈骗 引发两岸司法管辖群的争议风波 其次呢我们要带您再进一步 来关注有关新政府官安布局 跟内阁第二波人士的安排 为您邀请旺报副总编辑陈秀兰来观察解析 非常欢迎陈副总编你好 主持人好 各位听众好 我们先来谈的议题是有关台湾民众 在肯亚跟马来西亚进行电信诈骗的犯罪处理 那么其实这也不是在海外低宗的犯案 在2011年的时候在菲律宾已经有简历 而且当时两岸也针对这个议题 有了一些讨论也引起蛮大的关注 但是呢这个时间点又爆发在海外 司法管辖权的争议上演这个抢人大战 那么我想呢在这个问题上 目前在台湾呢政坛非常的关注 那么在媒体的报道还有社会层面 大家也从不同角度来做一些探讨 那么就总编你来观察 这个事件呢到底凸显了哪些问题 比如说两岸已经有这个共打协议 就是共同打击犯罪 还有司法处理这方面的协议了 但是这个问题为什么会一再的出现呢 是的 我想这个问题 我想最近大家从报章面里看到了 大陆从肯亚把台湾的一个 涉案的嫌犯带到大陆去 那当然引起国人很大的一个反弹 觉得说这个应该是台湾人应该回到台湾来服刑 或者在台湾审判 但是在这个案子没有告一段落的时候 我们又发现了从马来西亚 我们好不容易去要回来的一个 嫌犯引渡到台湾来 但是我们可以发现 他在桃园机场之后 实际完就马上放了 而且放完之后 这些嫌犯还蛮嚣张的 就是很爽要回家了 这个真的是还让整个台湾 可能大家可能国人很想蛮错愕的 是的 就是如果没有这个案件去凸显的话 我们并不清楚 台湾居然是电信诈骗犯的一个全球第一 对那我想这个地方 对我们的台湾人在其他海外犯罪 引渡台湾来服刑是对的 但是如果说好不容易 我们从马来西亚引渡回来的 这些犯罪的嫌疑犯 在当场示范的话 这是落实了中国大陆讲的 你并没有同理心去看待 这些诈骗犯对他们伤害 他们这些大陆人民的 骗他们的钱的情形 那其实这个问题在大陆 引起很大的一个反弹 因为论反弹 为什么呢 我们可以知道 这些诈骗犯比较容易去诈骗 一定是老年人 知识阶层比较差的 就像台湾的一样 台湾很多电信的诈骗犯 也都比较偏重在中南部 因为子女都往北部去工作了 所以领导家人在家里 可能他就骗了他的退休金 所以这个情况 如果你从你心来看的话 这个诈骗犯 骗了大陆这些 也是很孤苦无欲的一些 老年人是一些乡下人 那这个痛我想是 大家感同身受了 所以我觉得说 当他看到台湾的这些 从马来西亚引渡这些犯人 居然是当场示范 这个在大陆内地 真的引起相当相当大的 语情的反弹 我们先不讲政治面 就在两岸民进的 这个情绪上的交流 是双方已经是腐坏恶感 好 我想这是一个 比较负面的影响 不过政府现在也在思考 说是不是要加重刑度的问题 那么这也凸显过去 两岸虽然有签 这个两岸的共打协议 但是有关电信诈骗的能效 其实是还不错的 但是由于这些 为非作歹的 他就也不在台湾 也不在大陆犯案 他就跑到另外 就是第三地来犯案 可能也是专法律的漏洞 但是将这些犯人 引渡回到台湾也好 中国大陆也罢 那么其实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要审视的 就是说 那台湾的行度 是不是太轻了 这目前在台湾 引发了高度的关注 是不是要来修法 我想这个是有关 这个法的层面 但是两岸司法管辖权 这个争议 也有待在两岸 有签订共打协议基础之下 是不是能够有 比较完善的配套 否则2011年的 菲律宾的事件 再重演 其实还要花很多时间 去争论强人大战 其实是很浪费成本的 但是怎么样能够有一个 比较好的处理方式 应该是要正面来审视跟面对的 好 接下来我们要来谈的是 有关新政府的官员 是布局跟那个第二波 人士的安排考量了 那么就在前几天 包括准总统参议馆 以及准格魁 林全已经公布了相关的 人士 我们为听众朋友做简单的整理 有就是国安会的前副秘书长 林毕赵将会担任总统府秘书长 美民进党秘书长吴钊燮 出任国安会的秘书长 而在这个外交方面 现任驻澳洲代表李大伟将升任 外交部长 而洛会主委是由现任 北美事务协调会主委张小玉来出现 至于国防部长 是由汉祥公司前任董事长 冯士宽来担纲 先就这个部分的人士安排 不晓得总编你有什么样的看法 对于新政府的人士的安排 我先从比较我熟悉的两岸之一方面来提 那我想这次他的那个总统秘书长 是林毕昭 国安会是那个吴昭县 那陆委会主委是张小玉 但其实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我们讲总统秘书长 其实他虽然是协助总统负责国内一些政务 但是事实上他也某些时候 一些国安的对外的国安的 也是总统秘书长 也是他的重要职责之一 但是你看看林毕昭的一个过去的背景 他过去曾经是在李登辉当总统的时候 是负责帮他推首会的两国论 我想这也是林毕昭出任总统秘书长之后 很多人讨论的地方 那他的两国论事实上也是中国大陆当时最反弹 李登辉当时主政总统的时候的一个两岸政策 所以当初也引发双方的一些所谓的台海危机 没错 对那今天蔡英文继续在找他出来担任所谓的总统秘书长 当然总统秘书长并不是所谓 他不是担任陆委会 他也不是担任所谓的国安 但我们也可以清楚 总统府跟国安 总统府负责就是外交两岸 对那总统秘书长在这边扮演的相当重要的角色 他的幕僚角色相当重的 所以这个人是大陆 我觉得不会是一个很正面的人士的看待 但相对我们在看陆委会主委张晓月 应该这么讲 因为有外交系统的那个张晓月 毕竟张晓月过去在整个外交体系的历任是相当完整的 对当过美美事务协调委员 他过去也是曾经在扁政府时代 担任过所谓的地位的女发言人 也是外交部的常务次长 所以这是当初在扁政府时代 一手提把一个所谓的政务官 就担任外交部一个人选 那当然马晓月上来之后 张晓月可能就外放到外地去当大使 但这一次民进党重新执政之后 他进来了 那他担任那个所谓的陆委会的主委 当然这一部分我们可以说说 参文的用人士延续大陆的国台办 也都是用外交系统 我们可以看出从王毅 从最近的张志军都是外交系统出来的 所以当然 蔡英文用张晓月可能是说 双方用外交系统的这样子一个沟通 因为之前有夏立言的这个 当外交部的出身的人 来做两岸的一个事务的沟通 因为两岸难免会涉及到 国际外交的一些敏感的问题 所以可能我们可以从发现 现任的陆委会主委 夏立言的确处理也相当好 也将是获得了朝野的肯定 跟大陆的肯定 所以我想蔡英文这次找张晓月 也希望寻有这样的一个 有外交历练的 可能在对两岸 而且大陆的国台办系统 也是外交系统出来的 双方在共同语言上是 应该是沟通上没有问题的 但是就是你可以看得出来 大陆一直不太喜欢 两岸的事务变成国际化 没错 对 那这样一个人事系统 当然我们可以说是 大陆的国台办 也都是从外交系统出来的 那我今天我陆委会的人事会 开始延续所谓的大陆的用法 从外交系统出来 而且说他们避免在 一些外交厂 插出一些错误的火化 这个系统当然是好的 从蔡总统的布局来讲 这是应该是比较正面的 但是大陆有些智库就开始解读了 第一点它解读什么 为什么你用对外的系统 我们知道 美中台上那方面是一个 很复杂的一个三角关系 尤其最近南海的争议 让台湾在美中台日这边 到你要站 你是要倾向那个地方 大陆会觉得是 有些智库已经认为说 蔡文有很多对外的关系 来处理两岸 对 那再加上 他现在用的总统府 秘书长林碧昭 过去也是主张两国论 虽然林碧昭在早期 他认为两国论是所谓的 特殊的国与国的关系 去连结所谓一宗各表 对 相对于 书起那个时候 谈的是那个九二共识的 一宗各表 那我们可以去对待 过去 大陆政府是没有办法接受 李登辉时代的一个两国论 即使我们强调是 特殊的国与国关系 然后才去衍生 所谓的一宗各表 但是因为有先前的 一个不愉快的合作经验 至少在李登辉那个时候 是双方不愉快的 才会引发所谓的台海危机 甚至紧接着 贬政务时代的 一边一国的一个 这样的一个争议 所以今天 蔡总统用的这些人 我们比较担心的是 大陆是用 这样负面的方式来解读 再加上我们最近看 这所谓最近的肯尼亚案 其实就像 罗银雪部长讲的 虽然很多 绿营的舆论一直骂他 因为他那天在 网站上扑了 说自己的错 为什么还要怪别人 那我刚刚已经提到 说要用同理心 去看待这个问题 当然司法的问题 都有国际法 那其实在国际上 与中国大陆 因为他的犯罪 是在中国大陆 所以以中国大陆引渡 在国际法上 他是合规的 对 但是台湾在这一部分 并不去思考 你自己本身的 不是就法论法 反而把它上纲 到所谓的政治 去模糊了焦点 那你模糊了焦点 之后你就要有能力 来处理 但是我们可以从 马来西亚引渡 回台湾的这个刑犯 当场示范 其实你基本上 你在这一部分 你完全是站不住脚的 对 你把它上纲 到所谓政治问题 再加上你的 整个国安的布局 又是让大陆 不是那么有负姓 民共负姓度就很差了 你今天那个 你的人事布局 在这一部分 我想大陆 他一直强调 他是观察到520 知道你是一个 从前面的 马来西亚嫌患 引渡到台湾 就马上被放 再加上 纵容力赢的一些 舆论的无限上纲 我觉得这对蔡总统 不是一个很好的 因为你要去处理两岸问题 你先前 距离520 其实不到一个月 我们当然可以去解读 是中国大陆 吃放空气球 给你去怎么应应 但从这些的情况 我觉得我们自己本身 内部并没有做 很好的一个整合 包括蔡总统 虽然是520 才要上任 但是当你放任 你的律营案 这样子到处把 议题数据到 所谓的民粹 甚至无限上纲 到一些政治 而不是就犯罪后 司法这方面 去理性探讨的话 其实你反而让蔡总统 在520上来之后 他很为难去处理这个问题 第一点 因为大陆 已经对你完全没有互信了 对 在家里的人事部 去更让他觉得 未来是不是跟我搞 所谓的暗毒 他最没有办法接受 是台独 这样子对未来的负信 是让很多人很担忧的 很多企业界 每次都问我们说 你看未来520后 两岸的关系怎么样 说真的 我们一直期待 蔡总统提到的 所谓维持的一个 两岸的维持现状 那我们也希望说 过去在这么长的一段时间 南绿的一个增增潮潮 我们已经练耗太多时间 在这些口水上 是 台湾其实没有太多时间 再去炒这个 尤其面对全球的一个 经济变局 跟全球市局 变化这么大 是 对 所以我们很希望 开始能够好好专心的 拼经济 好好地拼内务 而不是在耗在这些 所谓的一个 政治上的口水上 甚至 这个 国际上的有一个现实 在这个时候去挑起 这样的一个 两岸的争议 对台湾来讲 就时间上 不是有利台湾的 好 中国大陆过去 曾经对以前的 陈水扁总统 是听起言观其行 那么现在对于 蔡英文执政 重启互信呢 陈副总编 提出你的忧心 好 最后就是 简单来谈一下 就是财经 人事的布局 那么刚才 因为副总编有提到说 拼经济 其实非常非常重要 这几年台湾的经济呢 是不是能够 有脱胎换骨的表现 也是大家所期待的 那么这一次 我们看到 财政部长 是由财政部 政务次长 许玉哲升任 经济部长 是由李世光来出任 那么金管会主委 是由现任 贵马中心董事长 丁克华来担任 那么总的看起来 未来的 我们的经济部 应该是非常重要的 一个部会 我们的未来的产业面 还有是不是 走向高科技产业 是不是未来 努力的重点 从中的这一次布局 大家都最关心 是财经 是 对那我们其实看到 财政部 是由次长来升任 那其实基本上 也是有一些经验的 那丁克华过去 也是在那个 证券系统这边 任职相当多年的 也是一个老经验的 一个文官 所以我觉得 他们的胜任两个 我相信在这 财政部 或在那个 金管会这方面 我觉得是 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我想这个 整个人事里头 李世光来出任 有媒体形容 是大惊奇 财讯的一个社长 谢金河跟着说 他从来没有听过 这个名字 对那的确因为 李世光是 自从自测会 整个自动讯系统 出来的 那过去是台大 应用大学的教授 的确我跑 财经的那个 新闻这么多年 我的确 我们财经系统 财经圈的记者圈 也对他并不熟悉 很熟悉 对 那当然我们不能说 我们对他不熟悉 就表示说 我们不去肯定他 因为你如果 用个熟悉 就是年孔我想 林中又说 又是老命孔 对 那我想 蔡周总 或是林泉林 准格魁 可能在这个财经的 这个经济部人士上 他应该花了很多心力 去布局 因为台湾命令 是一个产业转型的 一个相当关键的时刻 那当然过去 大陆认为说 台湾的经济转型 并不成功 太着重在代工 对 整个产业 太集中在资通讯 因为我们资通讯 就在我们的出口的 四分之一 就当整个资通讯 往下走的时候 台湾好像一下 找不到一个 新的明星产业 没错 那最近 蔡周总一直 要想要发展生计产业 但是我们从最近的 那个浩鼎案 对 那其实生计 是不是台湾能够发挥的 其实过去 就有很多争议 在扁正午时代 也曾经把生计产业 列为所谓的一个 两兆双新之外的 另外一个新兴产业 但是因为 这个争议很大 是在意 你的产品要上市 你要经过美国的 一个FDA的认证 对 那很多这个认证 在国际大厂手中 你要打入这个通路 所以你这个东西 要经过很多临床试验 那国际大厂 他也要想要掌握这个市场 所以这个市场的主控权 并不在台湾 那当然你可以说 你靠着研发 但研发后来的结果 一定是有些大厂 看到你的研发成功 就先帮你诟病走了 但这诟病走的情况下 是获利是这一票 生计的这些新贵 因为生计 他不需要用那么多的人力 不像用 比如说制造业 需要很多的劳工 所以他在就业上 我觉得他对台湾的 尤其在产值上有贡献 但在就业上这一方面 很多人是质疑说 他能够创造多少就业 更何况 假设这些研发 是由政府请全力 去做一些所谓 旗舰型的研发 给这些科技厂去做研发 那当这些生计大厂 做完了研发之后 又被其他外股并走了 那并走之后 钱一定是给这些 生计新贵 那这是政府的钱 去支助这个研发 对 那这个钱 怎么能够第一分摊到 所有全民呢 这是大家比较质疑 这在过去就增益很久 那当然生计是未来 一个重要的 未来明星产业 因为随着 全世界大家越来越重视健康 这一部分的问题 是越来越迫切 它的确是一个未来 很具权值的 一新新产业 但如果是把全部 压在这个升级 你国内的一个配套 是不是整个体制 制度是不是完备 我想从浩顶 大家已经看到 这些问题了 那你说用个资通讯 这一方面 台湾产业 已经面对产业转型 升级的一个 很重要的地方 那资通讯 大家过去都觉得 已经太压住在资通讯 那大家这一次找的 李世光也是从资车会过来的 那是不是能够 因应整个台湾 的产业转型 当然我们期待来 因为所谓的资通讯 也可以应用到 所谓各个 传统的制造业 对 像比如工业4.0 这一方面 未来是相当重要的 所以我想他找 李世光 我们期待在未来 在工业4.0 这个时代 他能够带领台湾 重新一个 传产的重新转型升级 就是一个改造 产业结构的 一个很好的机会 但是 但是经济部 它的产业 经济面临的 不是只有一个 就是所谓 工业4.0的产业升级 能源的问题 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那其实 现在企业界 他们担心是 如果你不要核能 如果你要发展绿能 他以现在绿能的一个 科技技术的一个 技术学准 它的成本 是不是能够去替代 能够去取代 这些比较便宜的 一个能源 那如果没有办法 取代比较便宜的能源 那台湾怎么用 比较贵的能源 去跟全球来竞争 因为这也是你的 企业生产成本之一 是 你如果没有的话 那在核能不要 在绿能的发展 还没有达到 成本能够取代 比较便宜的一个 定价的情况下 那 其实当然问了 那会不会有缺点危机 是 那我想这对未来 我想这也是一个 经济部长 李部长 未来 可能要面临一个 很大的挑战 因为毕竟核能 从1990年 炒炒炒到现在 整个能源危机 能源那个 怎么样去 平衡能源的问题 其实连日本受创到 311的福岛的海啸 他还是继续要用核能 这是一个很两难的 一个很大的挑战 那我们也希望说 这个新的准经济部长 他会来自于资通训 他来自于科技 也许他有用比较新的科技 真的能够这样快速发展 来让整个 为所谓的绿能产业 带动一个很好的 一个发展环境 这是我们很期待的 是 好 我们拭目以待 非常谢谢陈副总编 那么就点出 光是能源产业的问题 能源的问题 还有未来的高科技产业 可能就是一个 很大的重担 好 我们今天非常感谢 旺报副总编辑陈修兰 针对这两大西文焦点 我们提出你 相当深入的观察 解析 非常谢谢陈副总编 谢谢你 谢谢主持人 谢谢各位听